中華的藝術家 丹冰信 今年接受高級中心的搖槍去參加比賽 不過他的作品 先驚到胖鏡 驚風早晚吹到 邀請到的民眾 沒有主動告出來 現在要向以上發辦 邀請你們玩各包庫 一個一個伴手車 各個其中一個金色 當地的包庫 在穿上的過程中消息 裡面正在是準備參賽的一百歲 為這百度的 是在幾個韓國在比賽中 拿著金獎的藝術家 丹冰信 因為是要參賽的衛生 受驚的黨員 台中國會的動心一直都沒收到 但並行向邀請更鄰居 確定是在驚訝的過程中醫生 他趕緊報警處理 臨冰信尾離空一九年開始 連續三年分配參加日本 韓國的國際美術店 都到金獎 到中的作品 價值都九百萬 今年在島收藥參展 二月八號把作品駕出 但是尤叫順利息 京王調查鑑修的民族 正是尤叫運送包庫的車輪 後車門沒關 作品在運送過年中 落在路邊 找一個騎機車的民眾 叫走 於昨日晚間二十時許 找到該犯嫌 並順利巡迴該部化作 並立即我們本分局立即通知被害人 到本分局來領回該部化作 以爭取時效來再次寄送來參賽 京王順利在十八號晚上 找到該名民眾 他自稱民眾時 都給你客戶收無的習慣 京王也找到醫生的位置 價值不被破壞 這是通知臺兵士領會的 中心來騎出 客戶作品的民眾 因為沒有尚高 警察機關 順道中的依行法 出檢依事務在嘴刑 韓上發辦 記者鄉樺 綜合報道